他是文姿云 台湾空手道亮眼之星 文川雅韻勇奪金牌 2016世锦赛进场铜牌 对他印象很深刻 因为那个时候的他是一个 肢体非常不协调 一个特征就是他很听话 要求他动作 即便他不会 他会拼命地去学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 他也是不过的 你虽然是金牌 但是你有可能下一场 或是下一秒钟 你就再也不是了 所以我觉得 你要保持着 这个谦虚的心态